不是要照着神的心意 但是今天神家出问题 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是照着神的心意 大家都是愿意为着神 我借用罗马书十一章结束的时候的那三句话 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我们常常认为for him 为着神就好了 但是其实神在乎的是出于神 神在乎的是神所要的 是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搞分裂 搞对立 搞出一些的难处 都是大家觉得我是在为主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尊重我 我也是在为主做的 为什么我就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都觉得我的心是好的 我的动机是为着神家的 但是今天的关键还不在于 你是不是为着神 而是你到底是不是出于神 你说主耶稣 他自己给我们立的榜样 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独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而且父所做的是只照样做 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 这是耶稣与父同等 神的儿子 万有是为着他造的 是借着他造的 他来到自己的地上 他做任何事情 他说凭着自己的意思 他不能做 唯独看见父所做的 他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他照样做 那你不能说我为着神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在乎 那耶稣就给我们立了榜样 神如果没动 他就不动 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 毕斯大池子旁边 几个狼子里面都是生病的人 每一个人都需要 需要医治 需要人的同情 需要爱 那你会说耶稣你既然来了 你既然可以医治一个 三十八年的瘫痪 你为什么不顺便医治这些人 要我们 我们就会这样子讲 实用主义 你不是没有能力 你可以的 这些人不是没有需要 你也看见了 你为什么不做 如果我们可以挑战耶稣 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 你想耶稣不想做吗 他没有能力做吗 他都可以 但是那天父子 叫他做毕斯大池子的 这个三十八年瘫痪 所以耶稣就指医治了他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如果有这个本事 我就大手一挥 一下子一些人开始 感恩敬拜赞美 然后说你真伟大 谢谢你医治了我 我马上看到果效嘛 但是耶稣却不做 不是他不能做 不是他不想做 因为父没有叫他做 这个叫做of him 这个照着他的心意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所以神要叫我安静 我就安静 神要叫我动 我就动 神叫我开口 我就开口 神叫我去做那件事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给掌声 甚至别人误会 我照样做 弟兄姊妹 这个是讲到服侍 第一件事情 就在主人面前 所以你看到 马丁路德 或是在宗教改革 这么多殉道者 他们为什么 那么勇敢地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天主教走偏了 把教皇 把教会提得太高 有权力解释 一切的圣经 有权力做任何的决定 然后把侍奉神 亲近神 变成祭司特殊的特权 他们里面良心过不去 起来 宁可冒着生命 被杀的危险 起来坚持 审得到 崇敬派就是这样 他们觉得 为什么受尽 只能够是天主教来施行 为什么必须 天主教的神父 在婴孩的时候 给他施行 应该是 人应该是 believer的baptism 人真正重生 悔改得救以后 接受耶稣 接受受尽 这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理所当然 所以当他们起来 坚持这个真理的时候 多少人被杀 甚至被包在麻袋里面 丢到河里面去 那弟兄姊妹 但是他们不妥协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神的心意 他们必须要为真理赞助 这是讲到侍奉 是向着神 而且照着神的心意 请不吝点赞助